B3TREASRU IS OF DAO.NDRODUCDIOLANDUDAO.HTML 茅山道士求道己在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母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获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为被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为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独宰。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其心智其谷其体,其夫,空伐其身,情符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造大到无形,生欲天体,大到无形,运行日月。大到无明,将将无无。不知其名,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是也不能。 不见,但借者所知,我何以曉得?将无可推。 罗马乌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宇宙当中必然有被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 成是在天生死命不归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其天不从人愿,最后是引起回回生时。 我们为高兴的天。 我们为高兴的天,朝朝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和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始起1.01分-5 General 1 colon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 colon 2 必是空气混沌冤远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 colon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 colon 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 colon 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GENERAL 1 colon 3 GENERAL 1 colon 5 神看光是跟光暗根的灵远色之丵远色 itu bethven. GENERAL 6 colon 6 神採用 Chry' sétcha curila RAM. GENERAL 6 GENERAL 10 人иц Duncak 0 又称无声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英之位丧师,克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规政论,第五六诶,老母娘清静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亿。 可知天地之缘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亦为天下母。 记得其母,依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黄母训子师界,三界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声一,异生二二十三,三千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之间。 天主,我与信佛,主耶稣对物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和德中,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在,周平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知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不道大,天,地法,人替法,欲中有自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曼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地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此选明明,明明灵灵一遍光上帝,而真宝藏无量此怀传旨。 兴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填鸣三界法,与此云不失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 甄乐欢喜,真,宰无违居天堂老能上,大地,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上心居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典明明上帝圣靠之义,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致敦的人,他不再是灵性之根源, 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相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聚之本性良知,如如义堯之大人,于顺之大小,下宇之大公,文王之大德, 和周公之大财,老子之赞宁,孔子之忠树,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 穆圣之清真,观尼之道子,于一致之,起者,文书之大致,普贤之大行, 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 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奥用, 是有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静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 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伴为天地,笑而无美, 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将海景泉, 白云彩虹,玉露双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 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真本, 无量妙形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 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 至高无上的, 净凤其得是圆完,美无约的, 三界十方,三界是指玉界色,解无色解, 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上下,要上帝的性体竟需空天法界无所不在, X,三界二十八天图的灵恩, 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范围地下, 老而无内气入无间, 为万有之本源, 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实, 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逐同明明上帝, 具有情上义与情上义, 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 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奉其得, 在主其尊用在万灵, 便不衡用在无言为, 梅范及情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 自行与母母字相近, 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是阴阳, 代表用, 体用何依为母, 有体无用则质, 空, 又用五体乃之相, 集体即用极, 用集体, 用何依, 即是佛也, 二点, 代表无极, 点代表真无本心,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要是超乎太极之外, 贯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 要是天天灵性之母, 天天灵性之母, 外灵主, 灵性之母, 无心, 无形, 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 代表动, 从代表无极, 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 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仪, 所以致上帝, 天命为 今小雅明上帝, 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如, 无二二兴, 书经汤告为皇上帝, 将忠于下明, 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毒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会奔法身如来明疲毒, 此番义片一切处, 贪经一问品若物无声顿法, 见西方旨在叉挪, 大日经书一云, 犯阴疲毒遮纳者, 是日之以明, 及除安片明之意也, 同时六约所谓提读纳者, 日也, 如世间之日, 能除一切暗明, 而生长一切万物能一切众生日也, 今发生来意, 一复如世, 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 先天底生, 及其辽息,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再, 可以为天下, 五不知以明, 自知约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四点夜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无点教, 阿真, 无, 无可, 蓝经眷, 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 六点先天大道, 无生老母, 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 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真主古兰经,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制服了日月,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一,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 而戒雨水, 十一死的大地, 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三, 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 是独一的主, 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 一一二二他不生, 也不被生, 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 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内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等人不是从天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恩义生的, 乃, 从上帝生的到成了肉身, 不在忍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约翰福音一四, 九, 一三, 一四,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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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称呼, 在远魂之意义, 乃是自幼永有的他, 一极不生不灭, 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之礼天, 在诸天之上, 为万灵之宰, 诸天之国, 余神之国宇宙能量, 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 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 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 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斯瓦米雷巴尔, 这卓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不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和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 因赫是来自于同的座, 福音乌座, 若约翰, 神上帝, 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是耶和华神用笛上的尘土造人, 僵器, 吹他底, 空底, 他就成了有灵的火人, 创世纪275, 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进营准翁, 真主人真如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生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聘住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墓亮墓米墓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言诗自教, 用火师起宅门和增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 没有求到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到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 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到的重要, 经典印证义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十相无相, 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 教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末远, 求, 灵山是, 在乳心头, 人人有的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事实重皆莫然, 为家设者, 言笑, 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十相无相, 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摩和家设, 世尊至多子塔前, 宁摩和家设, 曾我令我, 以僧协离为之, 遂告约无以正法眼藏, 密附于辱, 辱当户时, 无登会人卷, 一七佛是迦牟尼佛, 诸僧前离, 必修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句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座大法会,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义, 三不祝事, 足以夹杀遮为, 无令人见, 为说金刚经, 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会能人大物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随其祖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性, 本自与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慧能曰, 不是本性, 学法无义, 若是子本性,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然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 全身就光明, 台中博企机殿会中华明博众会2001, 中英语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阴, 7章1 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it,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一四, Because now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博企机殿会中华明博众会2001, 中英对赵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 进入四生六道, 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失生口于虾水族之类, 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 迷完公器天神, 肚妻在世侯胎为人, 任母规根修道, 目的在疑苦的乐友, 母规根方, 超生略死生灯上语贤官, 永脱苦海, 母自垂悟, 叫黄母慈世 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 崇如山恩四海, 实际心怀弱, 不受失之点怎能脱苦, 又怎能了生死, 不受靠灾, 上超祖, 下颖孙全平师立, 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 为黄母十戒第七戒, 五交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目喊默德克兰经文难料死, 速败真师反饶西二点, 耶稣基督圣经空事玄真义, 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 太上老君道德武前卫严靖, 速败功常早归根四点, 释迦牟尼恩空非空法非法, 如然自在, 是个五殿孔老夫子, 雄神之化之其旨, 静静安绿剑本人, 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 三角原来是一家恩大人, 性, 则照妙为, 家又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性教不爱修道, 但不宜只有性教, 胆无修道, 本末导致, 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 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约所谓道, 乌乎在庄子约无所不在, 东郭子约其而后可, 庄子约在楼椅, 约合其下叶约在提, 乌乌习下协约在华辟, 乌乌习宣协约在使你, 东郭子不应, 庄子约不子之问也, 不不及值, 正或之 问于 天 事 律 细 也 被 下 欲 况 为 目 比 无 乎 逃 物 至 道 作 事 大 言 亦 然 周 天 贤 三 者 一 名 同 时 其 之 亦 也 庄 子 之 被 由 第 二 十 二 老 母 娘 的 新 生 一 三 山 坡 母 母 子 离 乃 不 得 已 皇 母 殉 子 师 戒 一 戒 亦 当 初 天 未 分 混 顿 未 叛 妙 明 明 无 人 或 空 空 亦 还 久 六 亦 全 佛 子 先 天 同 聚 无 忧 愁 愁 无 烦 恼 自 载 安 然 先 兄 义 先 姐 妹 身 来 伴 随 母 随 母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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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不 饶 饶 饶 随 一 玩 耍 恒 青 龙 化 彩 凤 无 量 尊 言 无 惧 寒 无 惧 数 无 管 无 应 养 无 对 待 至 李 纯 然 侠 无 事 任 熬 游 先 天 妙 井 门 眷 来 或 下 棋 或 将 情 坛 施 的 事 先 桃 点 穹 江 玉 已 穿 的 事 登 云 鞋 先 车 来 或 下 棋 或 将 情 坛 施 的 事 先 桃 点 穹 江 玉 已 穿 的 一 先 山 老 母 娘 的 心 生 二 论 无 极 为 圣 御 至 善 宝 静 敬 而 因 通 万 化 万 类 根 源 自 从 那 交 此 惠 气 树 以 道 为 母 我 命 妻 佛 至 李 昆 前 万 八 再 气 树 并 天 世 成 旧 又 再 至 丑 惠 满 地 世 完全 清 气 生 为 天 盘 国 补 至 兴 斗 卓 气 将 宁 为 抵 土 海 山 川 至 宁 惠 天 地 交 日 月 和 照 惠 阴 阳 和 英 军 万 类 生 全 此 及 事 先 天 妙 开 辟 之 本 无 极 静 太 及 洞 皇 及 婚 前 老 母 娘 的 心 生 三 道 及 礼 笔 及 道 虚 灵 之 妙 道 生 一 一 生 二 二 一 生 二 一 生 二 一 生 二 一 二 一 生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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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又 生 三 一 你 三 万 书 灾 自 无 食 妓 期 二 妙 事 神 千 亿 男 净 言 天 及 城 弟 吉 力 万 募 齐 北 东 土 无 人 焉 缺 少 女 男 吶 时 节 为 母 我 无 奈 之 楚 方 舍 我 久 六 子 契 将 凡 兼 绝 呈 四 ==== 柴 元 佛 东 土 而 下 来 持 饭 一 次 繁 倚 版 一 自 历 vendo 仇 出 父 乎 竞 奉 仟 自 秋 iy が 番 离 妄 不肯致,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谢酒,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离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你又不见先依,喜可在,那滨老五娘星, 自自为我,我悲痛类原子乎,患耳众等素,东奔末要在脸如若是天衣邪骄与卫耳,正耳那个,义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这寒必冷恶了失踪脖子,可饮心全众佛,自如要回悲哀悲看,问母我, 至何时方法家还母言,达三期末,大开土度,清烧书,清济,清济,请清度佛缘,将到,乃为就良善,将结乃为欧饿啊? 写类已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末节时期,八卧经献孝圣法前,不畏考验监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不愿孝,一碗耍成成龙, 采用无量尊,人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跨作彩色凤凰,黄,任意取来,献献无量尊贵于庄严, 不惧寒不惧,属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礼纯然礼天无寒数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无惧无数,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礼天,已跳脱必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数之分别对待, 自尽至礼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 狭无数,任遨游仙天妙景闷眷来或下棋或将情看前,狭无数则任意遨游,观尚仙天美妙景致, 或下棋于乐,或谈情消遣, 离天之静无闷眷之事, 具凡有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致, 意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天桃果穷江玉衣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衫 吃的是天桃先果,喝的是穷江玉衣穿的是天衣先鞋, 先桃果盘桃之果实, 意称先桃, 盘桃, 当时周济海有山, 明渡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约盘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以先桃四颗羽帝, 必时折收七颗, 欲众之, 母约此, 好似千年一日, 下帝伯众之不生, 地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至谦宝境境而兵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是至谦宝地, 是无极的境界至之将欲, 以至至至静等而遂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纳交子汇气数以道为母我命西佛治理昆前一元十二, 汇自汇开天丑, 汇屁地盈汇生人毛汇臣汇自汇武, 汇魏汇身汇人灭有, 汇地灭, 汇魏天灭, 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 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纪, 一万零八年, 汇魏西北昂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纪, 一万零百年, 四汇魏东北昂纪焉佛五千八百年佛西世代理佛五百年纪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远然灯古佛清阳旗, 长天盘, 连慈慧世家文佛红阳旗, 长天盘, 灵山会弥勒古佛挨阳旗, 长天盘, 龙华日, 一万雅在地数如天使城, 旧再使丑, 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 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会辟地, 一万零八百年, 地完全至未会树井, 至世缘满母会原灵收回, 又会灭地, 须会灭天, 害会重回魂盾清气, 升为天盘不至星斗逐气, 将名为地土海山穿清清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不满者和看星斗, 四为戒所居之处, 众浊之气, 下降则为地, 大地为众浊之气所, 凝结而成, 形成了湖海山穿, 四为向界所居之处, 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犬子会开天, 丑会辟地, 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盈会之时, 天地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相交替, 阴阴, 云而欲生万物类, 四即是先天妙开辟之分, 无即静太即动黄即昆前, 四即是先天妙底, 开天辟地之分人, 无即主静, 属理天, 太即主动, 属气天, 黄即主化, 属向天, 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 道生一一生二二, 有生三道即是理, 理即是道, 至虚至零, 万物本源之妙, 运用, 道本虚零, 能一, 一能生二二能生三, 三能生万物, 无即生太即, 太即生两一, 量一生三财三财者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c backslash c i-thon backslash 意图像即, 生化五万点, jpg, 天即成地即理, 万物其被东土地, 无人焉, 缺少年天, 天地即成, 万物以其被, 这就是像焉, 一成土土地, 堪苦世界苦海, 此岸东土等的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焉, 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 法人管理统治, 那时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我, 九六四七将凡间, 由于天地有定数, 此会开天, 丑惠辟底, 赢会需要, 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 一期降临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元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致翻于世老母娘, 每次拆遣元佛子下凡将临东土, 每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 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何为我造孝血救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好抱下血救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 趁机会先依协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机会给大家先天天都为礼一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先依邪,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先依先邪, 为娘我悲痛类原子乎患耳众等速冬登末要再联老母娘, 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冒冬登土耳, 先万别再由于礼天舒适自在, 如是先依邪交与外耳等耳, 哪个义故肯在世灵凡老母娘若把先依先邪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尖留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松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遇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取松子脖子失, 口渴了, 就取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叛问母, 我至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息, 纷纷问老母娘,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 大开普渡, 听拗书听记, 请清度佛缘, 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订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将信书黄母训此诗戒, 以及仙佛圣诗都是黄母梧梢性, 请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 心游以悲声大放为母国写和同父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开佛子心中游存经于悲义声哭, 母娘, 众佛, 如今, 经于悲,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 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 焉从此, 黄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石而取, 典至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焉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 自此我佛子受净熬尖子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 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力, 白布公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布, 至今时区算六万年载北向而爱事苦, 母亲南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营会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一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将导差三佛伴末后苦度缘, 在世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 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请三佛伴末后义卓的普度收缘, 三佛然灯不服事, 家谋佛, 弥乐佛, 如 而与老母娘同在一阵礼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到任指真, 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公了, 愿天不能言, 地不能与人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 而在敦后善良造就母的完美人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 而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 而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而的无私无我归母的无边无量, 而的毅力不遥气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 资料来源忘记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drive dot google dot com slash file slash d slash zero v underscore front one underscore one, the inside six slash view brief equals two and plea equals one and page eight equals one zero nine five three eight nine nine one five zero four seven six seven four four eight three zero five 名字幕您肯定好 请满转看 QUESTION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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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指点祂妥境,传授大道给祂的名师。 在祂经历了天清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心修炼佛, 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祂制成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参天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祂。 在如此之况,成功者非常欺少拜那时,直到是由一代祖师密传给下一代祖师。 今天我们不必须去到的沙尔满之间, 我们必须去到达尖的地方。 我们可能找到的能够做法。 因此我们必须去到达尖的地方。 我们必须去到达尖的地方。 In order for this time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A smart neighbor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which the human beings the immortal of space and ghosts and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webred 然而現在我們不需要到深山去 而我們一末修行 何以我們能如此容易就得到這事因為時代不同了 現在人類面對劫難之來臨 末節就要來到 末節將會毀滅全人類 劫難是怎樣造成的原因是在此經世紀 多數的人們共盲目崇拜科學而不注重心靈的完善 他們相信人類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 科學是高於一切 科學是萬能 科學能且一切人類之問題 而良心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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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大处是了真正的阳心,他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我们称他为末劫。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天,地府的鬼魂都要受殖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此為我們領的至高無上之母親上帝是非悲傷的慈悲一不忍善惡劇本。 因此,將下真道禀派名師寄功和佛與悦惠惠胡薩將是挽救三朝起天之大天。 世界的眾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們師尊師母,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真傳真首,孤渡三朝。 他們的責任是半禮末後一收元大士。 不立文字,叫外別傳。 只知人心知知知人人物有知良心。 靈性是人們見自信而成佛。 。 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y good folk and people first cultivate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节临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一之道。 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性女。 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到然后才得到。 现在我们是先的后修。 因此得到以后,我们要真正修。 当来自然能逢化。 多别比难超生了死,成圣成佛。 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ve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道。 然而亦是各凭各知丁积缘分。 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前世行积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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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许人是有修或无大宗教或其他宗教。 因此使你们今天有人得道,否则将永不能得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 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誓道各位今天已經得道。 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誓道道是天地人萬父之母。 道是宙之。 本人,創造者必及主宰者。 道上帝,道至尊至貴之神。 當天地還未生之前,一切都未有之前,到以前存在的。 當天地毀滅後,道毀滅,道能再生天地人萬物。 天地人萬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 道非常奥妙,道無形無相。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可救,不可捉摸。 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而不思議。 以不可言說,一切皆是道所為。 然而我見不到道的動作。 道是無為而為的。 然一切莫不是道所為。 人們常稱祂為自然。 或無好。 任何一物等能存在。 因爲一切都依靠道兒子存。 道上帝,我們之靈性是上帝所四。 我們是上帝之兒女。 上帝是我們之天。 。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appy mother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our left b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他作为宇宙之本源而言,称他为道. 在他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他离,当他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病之配肉体时,我们称他为灵性或良心,因为他富裕我们本性。 我们称他为老,这些名称随而,一亿相同,也只同一物而言. 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的的就是道。 道是每一个人的生活。 今天你们以的名师之典开了心跳。 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情无相的。 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d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 灵性负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他,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 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 我们已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 因此,我们变得自私。 罗说错事与恶,为了十次。 此色真能受此事我们。 例如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 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仅限于此肉身。 我们是无限的广大。 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 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亦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真我。 良心。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e the divine mantra C.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cause a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ump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三章 可谓三宝英天 你们所得之至宝 亦可称为三宝 亦玄关二口 诀三合同 亦第一宝 玄关 玄关 玄妙 莫 可知 门 玄关 点 传师 向你们指点 之处 他有许多名称 一点本性 此是我本来 谁不有的真我灵性良心 他是不悔不灭的 他永远存在 二点生死之门铺 观至灵敬出身体之门铺 公子 谁 灵出 不有铺 何 莫 由 思 道 也 三点 通天大陆佛 经云西天 十万八千里 此事 辟语 亦成佛事 不亦知事 因为 明师 难访 大造 还未 普传 然 明星 亦 电明 明明露 你 一步 登天 四点 中文明露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alle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alle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The eye, the ear, the mouth, the nose, the navel, 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Th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He knows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nable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If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For teled without a Esses -end ở -endT 门出离身体,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眼耳口必须其顶门。 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者,来生桑未开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 二由眼而出者,来生桑未卵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 三由口而出者,来生桑未失生之动物如鱼虾之类。 四由笛而出者,来生桑未化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 五由肚其而出者,来生桑未平庸之人。 六由顶门而出者,来生桑未富贵之人。 上述之路,来生死轮回之路。不能脱出生死之苦。 便传师点开玄关正门。这是通天之路。 我们不必再走自门。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 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 否则,玄关随开。 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 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 五遍。 。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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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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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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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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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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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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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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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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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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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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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